最近,大家都在关注特朗普兼述的国防法案,其中提到禁止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使用华为的部分技术,因为涉及到所谓国家安全。 是不是很多网友也很好奇,为什么这么多年来,美国媒体总是报道华为成为美国政府要模化的对象? 穆书虽然没在华为工作过,但有很多华为等中国知名科技企业的朋友,此前自己也在一家中国科技企业的社外智能部门工作过,所以对这个话题还是很有兴趣写一些自己的感想的。 简而言之,就是华为的一些技术,虽然让美国人担忧,但也确实让外国的不少同行敬佩,当然也可能害怕华为等中国公司,怕抢生意吧。 另外,不可否认华为的一些行为,可能会引发某些国家的甘忧,比如美国和欧盟,穆书不久前参加欧盟商会的活动,关注到了欧盟内部,有人提议,要绑向美国对外国投资和变购欧盟企业进行一个视线审查,包括经济能力、经济行为、经济意图等等,主要的目的是安全。 当然他们可能不这么明说,但本质是一样的。 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,已经有国会议员要求对华为在美国的一些行为,进行相关调查了。 这当然与中美间的经济纠纷有很大关系,也与美国内部始终有的对华威胁论的老调重谈关系也很密切。 或许特朗普代表了共和党内相对保守的势力,由此对中方企业进行比奥巴马时期更严格的审查有很大关系。 这从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说明美国对华为的害怕呢? 穆书认为是的,那么他们害怕什么? 第一就是担心华为与官方有关系,华为在美国市场的活动可能帮助官方做出某些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。 穆书刚看到消息,说特朗普可能要弄出一个有一千多家美国公司的名单,限制中资投资,担心他们获得敏感技术要官方受益,进而影响美国的安全。 第二就是所谓的有罪推定,鉴于有其他中方企业并不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。 比如不久前爆出的VTE与伊朗的交易就明显损害到了美国的利益,因而波及到其他中方的大公司,美国国会有此起哄,对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公司进行合规性的调查。 主要是这两点,第一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,第二出于经济与法律问题的考虑,其实第二点本质也是政治问题。 毕竟美国出台的相关法律,有一些与国际法是相抵触的,根本雷酷的是本国的政治利益,比如制裁伊朗。 这本质上对中方企业并不公平,在美国人强势,就这么规定的。 所以人家要审查,也只能如此,除非放弃美国市场,美国始终以国家安全为由,对中国企业涉陷,其实有点对中国的发展反应过度了。 美国人应该清楚,类似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,并不是官方受益,而是企业努力的结果。 目书用小故事来谈两点吧。 第一,华为的进取精神和发展速度。 华为的通讯业务,特别是硬间接战的建设,在全球都是领先的。 熟悉国际问题的朋友可能知道,华为在很多战火纷飞的地方都有办事处,有时候华为甚至冲当了第20款的联络作用。 外国有什么危险,华为在海外的一些办公室,都成了非官方的联络站,比如在阿富汗。 你能想到华为可以在阿富汗布局当地的通讯吗? 当地一个华为的代表曾进口语莫书说,当进入塔利班武装贩子控制区时,曾怀疑还是间谍,武装贩子用枪顶着他的脑门,难怪华为被称为海外的第20款。 在巴基斯坦这种危险的国家也是如此。 2016年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发生抗议,牧书不能给在当地的朋友打电话,也不上,联系突然中断了。 后来问他,他说警方把通讯和网络都掐断了。 这在当地算常态,如果有抗议示威活动,警方就这么简单粗暴。 所以他说,比如小米的中国手机厂商,都不敢进入当地,因为市场没通讯没网络,还满个求电话啊。 但当地最知名的中国企业就是华为。 正因为当地通讯不好,华为才能有市场来铺设更好的网络。 另外,牧书的华为朋友,之前在西北的战乱国家,好像是丽比里亚还是塞内加尔待了好几年。 当时牧书还是记者,就因为这个国家总闹战乱,就电话采访当地华人从而认识的他。 牧书很好奇这样一个小国,也是比较治理失败的国家。 华为在当地能有什么业务? 他告诉牧书说,华为在当地布局基站之类的通讯接物,因为战乱总会平息。 即使不平息,对通讯也有需求。 这就是华为存在的理由,在很多欧洲国家华为当然也去。 但相比之下非洲更需要这类技术,紧争也没那么激烈。 此后,牧书采访多了,才了解到很多战乱或者不发达国家,华为都有布局。 这类战乱地区,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几乎都是不会过去布局接物的。 这也是不少企业敬佩华为甚至害怕,极度的原因,因为他们确实太猛了。 牧书,要是华为的讲座人的话,是不敢做这样的决策的。 当然他们海外员工待遇也不错哈,不过有时候确实是用生命的工作。 第二,民营企业的整体环境。 这个其实与华为没有太多关系,主要是不少外国人认为,我们无论国企还是民企,都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甚至包括美国等国在内,认为我们没有完全独立的民营企业。 只要官方有需求,民营企业什么都可以提供,包括从外国买来的技术等。 他们对中国的这种错误和浅薄的认知,就连累到了华为这样致命的民营企业。 因此华为被调查也好,被别的国家害怕也好,某种程度上是躺枪或者背锅。 沐叔真心希望类似华为这样的具有真正竞争力,与自主知识产权业务的高科技公司,能在世界获得更多尊重,能以往后归走得稳走得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